好,有朋友問車股的,問175 她叫Wendy Lam,她說早安 175怎麼看呢?她17.2有貨 175 吉利今天做得不錯 升4%去到17.72的水平 好像又強勢了 還有又是有一些扶持的政策 我之前也說過 是其中一個辦法 可以今年下部年是比較 是相對是跑贏 因為剛才也提到的 就是有些扶持政策 因為中國是很難救的 要救內需、救消費 但是要救的話 通常都是汽車股閒線 因為汽車行業上下游的供應鏈 是相當之大 要救到汽車股的話 可能對經濟也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汽車股 看回過去幾個月的銷售來說 尤其在新能源汽車方面 剛剛之前 衛小李也公佈了一些最新的銷售數據 內地新能源汽車的銷售率量 按連比較仍然相當之強勁 所以這樣吉利也不妨繼續持有 如果十七個多平均 十七個二 對 十四五 你繼續持有 希望大家能不能上班挑戰 首先第一關 之前的高位是十九個多 十九個二左右 看看這些初步目標 去到的話 還有能力上繼續持有 如果看到12月十九關 開始有些短期的見頂的跡象 所謂叫做也是個勢 然後可能衝不到相較 十九個二樓上 就可以試一下自己賺錢 然後再等爐落再吸納 把扇競 hun 好 這都不怕 天蠻 誰 踏ball coil 22 是啊